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件呢 好 这是一个 红宝 我觉得跟我看到的红宝不太一样 就像我今天来真的是 这是红宝的什么石 好 这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宝石 大家看一下 请搜 来 答对了 太厉害了 星石 虽然这个星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这个结晶就是红宝星 红宝星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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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般红宝星石 都是在泰国产的 那你带着如果有光线的话 它就会 所以它就会看到像星一样吗 好像有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字 就是有些 有的是星星 有的是猫眼 有的变色 这些都是变石 有变石都是因为它的结晶排列 跟一般的宝石不一样 这样 所以这个价值在于它的星石 这颗星石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它已经是星石了 已经是星石 当然如果非常清楚的话 那就价值不菲了 又太高了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那你买多少钱 这是妈妈的 那我记得是她一个泰国的朋友 泰国朋友 她来的时候 就会带一些蓝宝红宝 然后妈妈就会跟她买 那当时她买的时候买很贵 那我还跟妈妈质疑说 这么贵的东西你为什么要买 她说朋友嘛 来了就 所以她买多少钱 是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五十几万 五十几万 是啊 所以 所以妈妈是不是真的买贵了呢 我们来建加 她就觉得是朋友 所以你那时候觉得 妈妈买太贵了 对 我就觉得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贵 是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的话 妈妈买的 好 来 妈妈的宝贝 来 好 请建价 十万元 因为她这是新的 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就是缺点 不是那么明显 如果很明显的话 也没有五十万元 也没有要加 如果很明显 也没有办法到五十万 也没有到五十万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透度 透度不够 透度不够 颜色也没有那么深 所以 但是买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好 谢谢 如果我想妈妈 留下来的东西 不管过去是多少钱买的 是纪念信 你也可以常常带 是 你可以常常带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